位在马祖的连江地方法院经报这个有性丑闻传出 女法官指名道姓院长赵文渊向后补的女法官毛手毛脚 前后还至少二十几次 但是院长反驳这名女法官私生活不当 和书记官有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还说会提出影片来做证据 向来公正的法院竟然也传出性骚扰事件 一名连江地方法院的女法官向监察院检举 院长赵文渊多次在私底下对他毛手毛脚 不仅搂肩还用膝盖碰触他 甚至是摸他大腿 在一次公开场合 这名院长还在同事前掀开衣服 叫女法官摸他的啤酒肚 女法官一气之下向监察院检举 但涉嫌性骚扰的院长则是反控 女法官的私生活不检点被查到还侠院报复 我接到有人检举他跟某书记官 有在法院宿舍同睡一床的情形 那当时我有展开调查 后来确实有同仁说 看到这个处理官进出他的房间 被指控的院长直说 还有未公开的监视器画面 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不过监察院调查发现 院长赵文渊性骚扰的对象不止一人 已经明显违反法官守则 但为了顾及被害人名誉 并没有弹劾他 只请司法院自行易处 至少